一身黑色的西装 眼神霸气侧露 每当朝鲜与美国正面交手 他就会出现在现场 那就是朝鲜守卫女外无相催神机 敢当着七国几个年负荷的话 你们根本没有权利或者是资格 对朝鲜的冲军修饰 说三道四 金正恩更是对他新人家 在他担任富外无相时 就可以直接跳过上次 直接跟他回报工作 金正恩更是直接引用他对美国的态度 回应金正恩提问 跟金正恩一起看华确实 他的位置甚至跟金正恩平起平坐 可见在朝鲜中华的地位是高 而且比金正恩更加的有实权 那么这个崔山基到底是个白头 能够身受金正恩的信任 站在对抗美国的最前眼呢 朝鲜因为嫌少跟外界共同 所以一直神秘感的满满 而对于外媒记者来说 最熟悉的朝鲜头昏 就是出本外交事务的 无关武相崔山基了 因为善事背景的强大 他从小就接受朝鲜的精英教育 还有多国留学的经验 不如正谈也成为了 理所应当的事情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 他的身世极其坎坷 1964年 崔山基出生在朝鲜 没有想到却拿到了口情剧本 出生没多久就成为了孤儿 而他人生日系 是总被收养太深了 收养他的人叫做崔永廷 可能对于他的名字 外界的人还不太熟悉 他在朝鲜政坛 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曾经是一首今日朝鲜的信任 在他身边担任秘书长达八年之久 可以说是朝鲜政坛三朝元老 还担任过朝鲜的内阁总理 而他领养了一子一女 两女就是如今在朝鲜政坛上 充当对美东海先锋的崔山基 不过他能够成为朝鲜政坛女强人 却并不是靠着 有一个有地位的好养父 就能够实现了 在朝鲜政坛 鲜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 而且他的地位能够带过 金正恩的亲命的金鱼政 这绝对是平时内才能够过我的 那么崔山基 凭什么成为朝鲜第一任务外相 从小就接受到朝鲜精英教育的 崔山基很有语的天赋 曾经特意来到中国学习汉语 后来又原赴欧州留学多年 找过满语和英语 回国之后就进入了外务省 专业充实对于美国的研究 担任翻译工作多年 因为能够精准掌握美国的意图 被誉为是美国图 2003年 在六峰会谈起动时 崔山基就出现在朝鲜代表团当中 当时他担任代表团团长的翻译 因为表现突出 给参会的人留下了 另一个很好的印象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还有卡特访问朝鲜师 都是他带着的翻译工作 因为崔山基在留学期间 就深处地研究了美国的文化 精准地掌握了美国人的思维 才能够成为美朝重要场合的传话筒 并且深受金哲恩的信任 更是外国眼中金哲恩的发言人 就连金哲恩和特朗普会面 都是他担任的翻译 凭借着对美国动向表如指掌 崔山基成为了朝鲜对美战战线的 最佳人选一路升到了外务性的高位 到着强对强胜对胜的外交主张 活跃在朝鲜的外交前沿 除了超强的外交财力之外 凭借机因为副总归系很早就认识了金哲恩 因为了解才会被唯一周证 凭借机多次在朝美对话中的强的表现 让善于谈谈的美国代表提起他对面子一遍 难怪不会说他是外交战线上的李春基了 朝鲜有这样的外交铁嘴 难怪领导人金哲恩每次出现都会是笑如满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